孔子说取之 取之完了以后 句号有道 什么意思 道生得养天地人 所有的钱才是道生出来的 是不是 你取之 拿到了这笔钱 给你一个好评 叫什么 有道 有道 但是又同时 给你的一个问号 在后面 第一个是好评 因为你有道 取到了这一百万的收入 那么 有道乎 后面加个乎字 有道乎 就是你怎么用这一百万 所以说我们有了这笔钱 我们去买房子买地 又去买了两豪车 这个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 这个塞翁是马 焉之 非福 这个塞翁得马 焉之不是货 所以你得道取之了以后 你是否真有道 真有道 真有道 塞翁丢了一匹马 古代的边疆一个老头 自己养了一匹马跑了 跑了以后 这个邻居来哀悼 安慰老头说 你不要生气了 这个 你看 丢了马也找不回来 人老头笑呵呵的说 哎呀 你们懂个啥 丢了马是好事 这应该值得庆幸的 这邻居说 这家伙傻子 这怎么马丢了 还值得什么庆幸 结果他家丢的是一匹母马 原来去勾搭别人去了 然后给他勾搭了一匹公马回来 然后这个公马回来 这个邻居这又来贺喜 哎呀 道贺道贺 原来你老人家神迹妙善 原来这个 这个值得庆贺 塞翁说什么的 说哎呀 这未免不是货 然后呢 结果是 这个儿子呢 骑马 这个得索 一匹骏马回来了 得索去骑他 结果摔伤了腿了 舌了 变瘸子了 这里邻居又来了 说哎呀 对 你看啊 值得这个安慰你啊 这个儿子腿瘸了 这这个 哎呀 不要伤心 塞翁又说什么 哎呀 这可是个大好事啊 因为边疆以前经常打仗啊 他儿子腿瘸 结果人家征兵的时候 不要他 瘸腿的 这跑不动 不要你去打仗了 你这个瘸子不合格 不能参决 结果是 那些去战场的士兵都死亡了 因为他儿子被摔伤了腿 所以是救了一命 然后没死亡 还得以活着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们到年关了 要过年了 你们是要什么东西 所以告诉大家 要一个心安理得 给今年圆满地画一个句号 取之 画一个句号 在后面写上两个字 有道 你今年的圣衰 成败 得实 全是因缘所生法 就该这这么回事 就应该满足 就应该知足 老师我今天赔了一百万 赛翁 总是研制 非福 句号 完事儿 今天就到此为止 那就鼓掌 就快点鼓呗 这意味着你所有的倒霉的事儿完结了 走了 走了吗 他这坏的音缘成熟了 成熟了 空了 这不归零了吗 用喜悦去归零呢 归零了 老师我今天赚了一百万呢 取之 后面加一个有道 然后掌声一下 归零 为什么 不能够再用同样的方法 再赚这一百万了 你千万不要做守住歹兔的事儿